楚楚可憐, 雙室下跪 馬安山, 紅磡, 炮台山, 觀塘 他都差不多貴魂港九新界了 正所謂男兒室下有黃金 一個年輕人, 有手有腳 為什麼他寧願放下男人的尊嚴 都要貴地黑球呢? 究竟他有什麼莫大的冤情要申訴呢? 我不知道… 拿錢嗎? 不知道是不是沒錢?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他要下跪 不過他這一季短短幾天 就已經引來網上的熱烈討論 人人都說見過他在北角 灣仔, 炮台山 還反問為什麼要給他錢 是不是下來香港賺錢? 我們就反轉港九新界 這一天終於在人來人往的 觀塘地鐵站天橋底見到他了 看他二十多歲, 身形瘦削絲紋紋 背著背包, 乘身運動盤 衣著又乾淨整齊 他就用小袋子佔著地上 前面還展示了一張愛的呼喚 內容就說自己的爸爸遇上交通意外 造成重傷 而媽媽就不幸患上宮頸癌 為了醫病洗完全腹的積蓄 現在更加要籌醫藥費 他怕你看不明白 還很貼心地中英對照 只不過再看真一點 英文的文化就完全錯漏百出 詞不達意 為了加強說服力 他還附上了幾張圖片 好像是家人疑似接受醫院治療的相片 似乎是有圖有真相地說 說得似曾層 至於信不信他就見仁見智了 但是很多人選擇, 相信 你看看, 各個經過的市民 都站定定圍觀 對他虛寒、問戀 那個人又搶著付錢他 你捐20元, 他又捐20元 香港人的信心真是認真爆棚 現在你爸爸是怎麼樣? 爸爸先生你好 先生, 他你好 你好, 你是從哪裡過來的? 從新晶 你爸爸是在醫院還是在家裡嗎? 在家裡?沒錢看嗎? 在家裡? 真的沒錢看嗎? 沒錢看醫生, 沒意思是 你現在存了多少錢? 現在存了多少錢? 他足足跪了一個下午, 絕無吞泡 看到他手上那疊錢 就是他努力欺錢的回報 不過他跟我們說 平時來香港是住天橋底的 無家可歸 說到自己身世都很可憐 真是我見猶年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住在橋底這麼慘? 我們發現原來他住在 土瓜環的一棟住宅大廈 有押遮頭的 究竟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這裡就是我們早前報道過 有人把這個單位變成乞丐大本營 高峰的時期 裡面還住了十五、六個乞丐 每個星期都會有一批 又有一批的雙殘人士入住和搬走 現在我們再看看單位的外面 先看看, 掛滿了剛洗乾淨的衣服 濕粒粒 旁邊還有一些生薑 還有一大抽的辣味 似乎單位也有不少人住 大廈保安說對這個貴地男孩 有很深刻的印象 1月18號, 11點半 那個男生就出去了 19號就看不到 或者我不在, 他出去了 1月20號又見到他, 8點55分就出去了 他一個同伴姓楊, 亦是漢瓦人 他失去了左腳 通常他都一起出去, 一起回來 果然到了第二天 我們又見到他和那個 拿著拐櫃的拍檔離開大廈 他們有談有談都非常素樂 而且亦熟悉周圍的環境 他們乘搭完巴士之後 就兵分兩腦, 奮頭賺食 這個雙殘拍檔 就在觀塘地鐵站附近視察環境 到了中午的時段 街上的人越來越多了 他就立刻趴在地上, 雙手合拾 不斷黑球市民給他錢, 演技十足 至於另外這個男孩 就去了附近的餐廳, 先治療肚子 等自己待會兒有氣力開工 之後他就乘地鐵轉戰炮台山 繼續一言不發, 默默地下跪 他跪地乞求這一招果然有效 令不少的學生哥都乖乖付錢 吸金力非常驚人 賺錢能力絕對高過其他拍檔 這些傷殘人士 原本在大廈自出自入 完全沒有網管 但是有住客發現他們現在 轉變了行事的方式 行蹤變得更加神秘 情況根本沒有好轉過 他們開始有時候走樓梯了 有時候走樓梯 而且繁忙的時候 他們就不見有出入 可能一早和晚一點 很晚的 我想他們可能是轉了時間 你估計他們為何要轉變這個模式 因為他們不想讓業主和法團 知道他們的行蹤 他們隱蔽了很多 有否對居民主造成的資源 都是有點擔心的 還是有點擔心的 那天我們開會 大家都還是擔心的 擔心他們這些人 到底你始終是來黑錢的 為了錢來的 會不會做其他更加不好的事呢 大家都有擔心的 所以尤其是小朋友 放學等等 我都叫管理員跟他們 看一看他們在閉路電視上 安全那裡都是有點擔心的 不過他們現在神秘了很多 沒有那麼張揚 因為我看到我都會說他們的 會直接影響到我們 就是城鄧大廈的住客 我們投訴過有警察 有民政處 其他那些行政部門 其實一直都處理不到 據聞投訴無門 明知道這群傷殘人士 來到香港黑食 但為什麼他們仍然可以 自由出入境香港暢通無阻 當局又是否應該靜視這個問題